有主渐渐不施我 给我力量保守我 使我一生走在路 始终心满意足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 还是先有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在创立世界以前 拣选了我们 当我们还死在 罪恶过犯中的时候 祢也为我们留学舍命 救赎了我们 主啊我们何等感谢祢 也希望我们这个人 成为祢福音救恩的出口 不扣留祢的恩典 祢祝福我们今天的题目 让我们在每一个题目的里面 我们不光知道祢的心意是什么 更让我们能够活在其中 能够让福音谱传天下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的题目是讲到 要领人归主 广义来说 当然决定不止 是为了福音朋友得救 为了还没有信主的人得救 所有的人都需要被带回到主的面前 圣经上也说到 有的时候神的儿女们软弱跌倒 说属灵的人要用爱心 把他们温柔的心 把他们挽回 所以我的背诵经文 特别挑哥鲁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 他是可以用得很广 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诫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地领到神面前 我也为此劳苦 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 尽心竭力 所以保罗这一生 不光是传福音给不信的人 保罗的这一生 就是用神的道 靠着圣灵的大能 把所有需要的人 就是要带回到主的面前 用各样的智慧 来劝诫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地带回到神的面前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比较集中在 领人归主 就是领人能够信主 叫不信的人 能够信耶稣 当然同样的原则 我们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家人 用在我们的朋友身上 首先我们必须先看看 领人归主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重要 为什么在我们ND的课程里面 我们十二个题目 讲到生活 要把这个放进来 因为这个应该是 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们真认识 领人归主的重要的时候 我们比较能够真正去传福音 在这里第一件事情讲到 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 为什么要领人归主 第一个是讲到 体会父神的心肠 不辜负基督救赎的大爱与大功 我们平常传福音 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 罪人的需要 对不对 我们想到传福音说 希望他能够信耶稣 能够信耶稣 能够过一个积极 正面有意义的人生 希望他能够脱离痛苦 希望他的难处可以解决 希望他能够光明正大的 过有意义的一生 我们传福音 常常都是想到人的需要 所以很多的时候 当你看到一些 你不喜欢的人 或是你自己不想传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传了 因为你会觉得 好像他也过得蛮好的 或是他抗拒 我就不想传了 或是他说我很讨厌的人 我也就不想传了 但是传福音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 是因为神希望万人得救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讲到 神希望万人都得救 不希望一个人沉沦 连一个他都不希望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 他打发他的儿子来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也讲到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神最爱的儿子赐给了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要知道福音 第一件事情是 体贴父神的心肠 他爱我们 爱所有世上的罪人 从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三个故事 我想我们都可以体会到 连一百只羊钓一只 找回来 整个天上的死者都为他欢乐 喜乐是大的 就连一只回来神都喜欢 十块钱掉了一块钱 点上灯细细地找 直到找着了 找着了以后 那个妇人心欢喜 找林舍来 一起庆祝那个适而复得的 同样的让子出去 等到让子回来的时候 你知道父亲的心 整个心欢喜 跑过去 抱着孩子连连亲嘴 我想我们如果能够体会到 父神的心肠 体会到耶稣基督为了这件事情 来到地上 也为了这件事情受尽的羞辱 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 那完全就是为了要救我们 免掉沉沦 这是他们对我们的爱 父神的爱 神儿子的爱 在这里要挽回 要把我们救回来 以前我们认识一个弟兄 他的孩子才 我忘了是几岁了 七八岁吧 有一次他们在一个车祸里面 孩子当场摔出去了 就死掉了 我去参加他的葬礼 因为是很熟的弟兄 我记得那天在葬礼上 这位父亲 这是他独生的儿子 其他是三个女儿 有一个女儿是智障的 所以在那个葬礼上 他们都表达了他们的舍不得 我记得那天父亲讲一句话 他说我真巴不得 他像平常一样出去玩呢 晚一点回来 甚至忘了回来都没关系 他就希望他还是活着的 就是那个父亲的心 就是扫掉一个孩子 他整个的心没有办法安息 没有办法喜乐 同样的在神的心中 只要有一个人沉沦 有一个人失上 他都要出去寻找的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 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越深地爱神 越深地能够体会 父神跟基督耶稣的爱 那我们就不能不传福音 第二件事情是 帮助人脱离永远的审判 永远的沉沦 永远的沉沦 永火的审判 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都提到 像希伯来书九章 这些经文我都不列了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很熟 讲到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所有的人将来都要面对审判 不信耶稣的是 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信耶稣的神的儿女们 要面临基督台前的审判 所以所有只要活过的人 都需要面对审判 面对审判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对这个神儿女的审判 是加法处理 不会永远地沉沦 顶多受亏损 顶多被责备 顶多受管教 但是不信主的人 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得很清楚 启示录二十章 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就是生命册打开来 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 他都要被丢到硫磺火壶里面去 那马可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 在那边火是不灭的 虫是不死的 那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去想象那个痛苦 我曾经在讲道的时候举过 马丁路德传里面那个电影 讲到天主教时代的神父卖赎罪卷 为了推销卖得好 他把整个村庄的人照在一起 然后当众弄火把烧自己的手 整个烧焦痛 他整个人冒汗 所有人看了都吓到了 他就说你们如果不买赎罪卷 将来你和你的家人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要叫他们尽量地买 那弟兄姊妹 其实那个火再怎么样烧 烧死一个人也不过几分钟的事情 但是永火的审判是 是eternal fire 是永远不停的 火是不灭的 虫是不死的 所以 如果这个东西真是在我们里面 是真的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不传福音 我们也不可能对我们 自尽的亲属 家人 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 能够任凭他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孝顺父母 寄衣服 寄营养品 来到美国买一点好的东西 带给爸爸妈妈 我们每一趟去远东 也都要带一点礼物 送给一些至亲好友 但是没有一个礼物 比永生更重要了 尤其如果他还没有得救 没有一个礼物比永生更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真看见的话 就是要免掉别人 永远沉沦的悲剧 光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就非传福音不可 所以我礼拜天刚刚 不久前刚刚讲到 那个小孩子去发福音担章 碰到那个大人 不要那样子抗拒 那个孩子那么迫切地对他说 叔叔 你到了地狱里面 就再也没有福音担章了 你就是到了地狱 再也没机会的了 死了就没机会的了 所以有一次 有一个姊妹问我 她说余弟兄 她说她的外婆 她很爱的外婆去世了 但是没幸福 她说人死了真的没有机会了吗 我说至少圣经上是这么说 我们所相信的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无论如何 要为了自己家人祷告 等一下我们都会提到 第三件事情是落实大使命 然后促成神旨意的完成 大使命是耶稣走之前 升天之前教给我们的 教我们要去往普天下去 使外民做主的门徒 能够要去传福音 要从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 犹太全体直到地极 去为主做见证 这是主走之前 托给我们的使命 另外它也促成神旨意的完成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 像马太福音24章14节 说福音要传遍天下 末期才会来到 所以福音如果没有传遍天下的话 主耶稣还不会回来 所以今天教会很重要的责任 就是如果我们渴望 主早一点回来 结束这个可怕的世代的话 结束这么多犯罪不公平的事 我们要传福音 能够迎接主的回来 罗马书11章25节到26节那里 讲到以色列人现在有一些人心印 圣经上告诉我们 说要等到外邦的人数填满了 以后以色列全家才会得救 所以以色列也要得救 他们得救之后引进了主的再来 所以今天的传福音 要等得救的人数满足了 所以换句话说 神那边可能有一个counter 正在算 不晓得到哪一天 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终于出现了 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得救完以后 末期来到了 主回来了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传福音 是带着一个这样子的准备 知道早晚有一天日期满足了 人数满足了 主要回来的 第四件事情是一个圣徒 蒙福蒙神悦纳的秘诀 也是属灵生命健康长进的名正 我想任何一个基督徒 只要他真正的爱主 他一定会传福音 只要他对救恩的真理 是真实的认识和了解 真实的相信 他不可能不传 所以一个生命健康 一个生命在主的面前成长成熟 他一定结果子的 只有不成熟的果树 解不出果子 一个健康成长的 他一定结果子 向下扎根 向上结果 所以活水管子两头流 对不对 他一面是进来的 一面是出去的 所以一个基督徒 他跟神的关系正不正常 他属灵生命健不健康 他这个活得 是不是有意义 活泼喜乐 关键是在于 他是不是扣留了主的恩典 尤其扣留了神的救恩 所以一个健康的人 他一定是活的 一个水如果是新鲜的是活的 他一定两头都开的 他不是扣留在的 所以以色列地上面是加利利海 从黑门的甘露承受活水 然后约旦河流遍以色列 成为以色列最重要的水源 所有的灌溉三分之二都是靠他 那么到了石海 他就不出去了 石海就把他给扣住了 所以石海 它的那个含盐度达百分之三十几 它根本就是没有鱼可以生存 它也不能灌溉 它没有任何的用处 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 一个健康的圣徒 他不光承受恩典 领受祝福 他一定是祝福的出口 所以神叫亚巴拉罕 神呼召亚巴拉罕的时候 神说论福 我要赐大福给你 所以基督徒被招来是承受祝福 第二件事情 他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 换句话说 亚巴拉罕被招两件事情 一个是承受祝福 一个是成为祝福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都承受了祝福 得到了永生 同样的这个祝福 怎么样子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出去 这是我们第二件的事情 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好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大概看一下 那么圣经上传福音榜样很多 彼得 菲利 他们都是很好的传福音榜样 但是我特别提到保罗 那保罗这个人 他不光神把福音的使命托给 特别也托给了他 那他这个人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我想你们一定很奇怪 为什么我的纲要要写说 成为传福音的人 就像我们说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 并不是说教会没有祷告 教会一定有祷告的 但是有祷告并不代表是有祷告的教会 那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 就是这个教会是以祷告为根基的 祷告这件事情是教会不可少的 而且是最重要的 甚至是特色 同样的 你要传福音 不是说我有传福音 我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而是我这个人 就是福音好像抓住我 让我不能不传福音 我看到人就想把福音给他 这就是保罗 所以我没有空把他所有经文列出来 哥林多前书九章 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是保罗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 它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我栽录了一些话 光我们读过去就很好了 十九节他说 我虽是自由的 无人辖管 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 为了要多得人 保罗他甘心失去自由 甘心受限制 为了要叫人得到福音 二十二节 前面他是讲说 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 为了要得到犹太人 像在律法以下的人 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 为了要得到律法以下的人 他就讲到像软弱的人 我就做软弱的人 为了要得到软弱的人 他就是说 无论是像什么样子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子的人 无论如何 总要救些人 这些话就是保罗的心 就是一件事情要救人 那么接下来他说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所以你就发现保罗这个人 他整个的一生 你不管把他摆在哪里 他就是要把耶稣基督传给人 他就是要把福音给人 我们说过福音不是只是得救的道理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福音就是讲到耶稣基督 整个全辈的救恩 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 福音是一个living person 是一个活的人 讲到耶稣 所以保罗不管到哪里去 他都是要叫人得福音 他不管做什么事 他都要叫人与他同得福音的好处 他虽然是自由的人 他愿意为的众人 他能够失去自由 能够做众人的仆人 甚至在罗马书第九章 保罗说他心中里面常常忧伤 常常痛苦 他说为我的弟兄 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救主 以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所以我是讲到要传福音的话 决定不能够把它当一件事情 当一个要求 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里面要有真正的负担 要有真正的爱 没有爱 我们传福音 别人可以感觉得到 别人只是觉得我们想说服他 别人觉得我们好像是 拉他入教 可是如果我们真正关心他 真正爱他 我决定相信福音朋友 可以感受到 我们的动机是为了爱他们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鼓励 不鼓励弟兄姊妹 跟福音朋友随便去辩论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接受福音的培训 特别提醒我们 决定要避免落入辩论 你无论如何要让对方知道 我今天跟你谈耶稣 我今天跟你谈福音 是为了爱的缘故 是因为耶稣爱你 也是因为我们爱你 这是一个让福音朋友 很难抗拒的一件事情 他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所以我1979年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位弟兄 他游走步道 来到我们学校 他那天传福音 他一个心爱的女儿 很年轻 他最爱的女儿 读生的女儿 病重死掉了以后 他原来是个企业家 赚很多钱 人生什么享受 他都做 等着他女儿突然一下子病危 然后他就看着他女儿 他花了那么多钱 怎么样子的盼望 救不回他的女儿 他女儿就死掉了 所以他对人生 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他甚至都不想活 所以有一次不晓得 他是因为忧伤过重呢 还是因为什么缘故 反正他被送到医院里面 他住在医院 别人来跟他传福音 别人跟他传福音 他原来都不信的 那一天教会的 还是团契的弟兄姊妹 就又来看他 在病房里面 安慰他 跟他讲话 然后到最后就跟他说 我们一起为你祷告 好不好 他说好啊 祷告 祷告就祷告 他就闭起眼睛来 然后他就听到 这些人怎么搞的 祷告是从底下声音出来 他就很好奇 他说我就偷偷张开眼睛一看 这些人到哪里去了 一个都不见了 他就歪头一看 来看他的人全部跪在他的床边 然后跪在地上 他想这些人是谁 跟我又不认识 又没有什么关系 为着我跪在地上 为我迫切祷告 为我流泪祷告 他说他那天整个心 他就融化了 他想这一般人是 他没碰过的 因为他感受到 弟兄姊妹对他的爱 所以他后来信了耶稣以后 他把他的企业也停了 他就是走遍各地 到处去传福音 他还写书 这是保罗 保罗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一个真正有负担 真正爱神 真正爱人 里面带着爱的 带着火的 所以当我里面有火的时候 我才可能去为别人点火 对不对 当我里面真正有爱的时候 我才能把爱给别人 当我里面真正充满了生命 我才能够把生命 跟别人分享 所以这里是讲到 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第二个 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 哥尼多厚书的这一段圣经 他这个使者 英文就是ambassador 成为传福音的大使 就讲到他尊贵的职份 还有讲到在圣灵里面的全能 他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 他说我做基督的使者 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你知道大使 一个国家的大使 这个国家越强盛 这个国家越伟大的话 这个大使出去 他的身份地位 他的尊贵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居然是成为 保罗说 我们是做基督的大使 the ambassador of Christ 是基督的使者 被拆到这个地上的国 所以我们今天 不管在公司里面也好 去哪里也好 你要知道 我们是神的大使 被打发出去 我上个礼拜读到一个见证 讲到有一个教会 他们牧师写的这本书 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 他在信主之前 他犯罪 犯了罪以后被法院判刑 那么后来他就来到教会里面 他信了耶稣 在审判的期间 那么法院本来 可能可以把他判到二十年的 但是看到这个人有很大的改变 非常明显的改变 法官也好 检察官也好 都知道这个人有改变 但是又没有一个具体的证据 可以证明他有多改变 所以他们在给他判刑的时候 就先试着 先让他去送到一个监狱去 让他在那边半年或是一年 然后看他的表现 然后再决定final的sentence 那么这个孩子 被送到那个监狱之前 教会的牧者同工们就为他祷告 就跟他说 你是被打发去监狱的 我们派你做大使 福音的使者到监狱去 把福音传给他们 这个年轻人其实 从前是犯罪的 对不对 然后也信主不久 但是他接受教会的打发 他就到了那个监狱去 结果你知道 在短短的一年里面 那个监狱一百一十个犯人 有六十个犯人信耶稣 他就整个进去 他的见证 他的爱 他的表现影响了很多的人 我还听过一个 无期徒刑的犯人 他被一个小女孩 写信感动 信的耶稣 信的耶稣 整个人改变 他一直在监狱里面 这个监狱里面 很多人因为他信的耶稣 结果那个监狱的次序 就变得非常的好 都引起了日本的注意 想说这个监狱 为什么次序这么好 那么后来来调查这个原因 才发现是 听说是这个犯人 他在那边 他感动了很多人 他影响了很多人 后来他们就 大概跟他面谈 谈了以后 这个犯人说 你可以把我送到 日本最坏的监狱去 我愿意为了主去 最坏的监狱 他们说真的吗 他说是的 我愿意去 这个人就被打发到 全日本最坏的一个监狱去 他也是带着 这样子福音的使命去 那边根本都是 无恶不作的犯人 但是这个人 靠着圣灵的大能 他知道他是神的仆人 被神裁浅的 他是代表基督的 圣灵跟他同在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不是只是在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并且充足的信心 所以当我们真的在这里 传福音 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传的时候 弟兄姊妹 圣灵印证我们所传的福音 所以使徒行传为什么有神迹 其事随着教会 这是今天教会的软弱 我们在传福音传的软趴趴的 都是要求人家一样 你是耶稣就好了 怎么样 左请吃饭右请吃饭 这个的确很重要 但是不是这样 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 它其实是很尊贵的一件事情 所以保罗不光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使者 他说我说的话我所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所以不见得一定要神迹其事 当然有神迹其事是更好 更有说服力 但是就算没有外面的这些 所谓的science and wonder 我们生命的改变 圣灵印证我们所传的 圣灵在这里见证我们所传的 福音的果效一样是很特殊的 底下我们就讲到 领人归主的落实 其实我们都知道传福音的重要 尤其我刚刚开始前面讲到那几个点 但是大家觉得我们为什么不传福音 觉得我们不传福音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不好意思传 还有没有 不知道怎么传 还有没有 怕拒绝 怕被拒绝 不敢传 还有没有 没有爱 缺少爱 这个也都是很直接的原因 所以我们常常知道很重要 但是却不传 一方面我们说的 我们不会传 真理不熟 我们不敢传 因为怕被拒绝 怕被丢脸 那么不想传 就是很懒 对不对 我们自私惯了 想说算了吧 有的时候是不能够传 因为没有见证 不敢给人家讲我是基督徒 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神的仆人 他还在台湾还曾经跟老蒋总统 传福音的一个转道人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坐火车 他自己身体也不太好 那么好不容易抢到一个位置坐下来 然后后来来了一个 大概是中年妇人吧 就故意站在他前面 那个时候他还比较年轻 就这样一直瞪着他 然后就说 哎呀 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懂事了 这个是不会让坐 因为那个火车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从台南到台北要坐八个小时的 你抢到一个位置 谁都舍不得让 对不对 所以这个妇人就故意站在年轻人的面前 左叹气右叹气 说现在年轻人不懂事干什么的 他说他后来火车时间这么长 他以前每次坐火车 他就抢到一个位置中间就拿出来读圣经的 他说被他那样讲 他就圣经都不敢读了 圣经都不敢读 可是他心里面又很不舒服 他说因为今天我身体真的不舒服 我没办法让你 不是我不让你 但是他就觉得在别人面前已经被别人这样看了 他就不敢读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同学的面前 在同事的面前 平常的生活跟人家一样 讲了一些嬉笑不合圣徒体统的话 或者做一些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 等到你真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你有时不敢开口 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的弟兄 那是二十多年前 三十年前 他一个朋友长癌症 他特别请我去看看他朋友 他说我这个朋友突然发现癌症 而且蛮危险的 整个人很紧张 教也睡不着 他说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跟他传福音 因为他知道我生过很多病 那我就跟他去了 去了跟他朋友先聊聊 问候啊 了解他的情形 然后我就跟他传福音 那我传福音传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病人就突然问这个 跟我一起去的弟兄 他说你为什么会带基督徒来看我呢 那他就只好承认 他说我是基督徒啊 我希望你 他说蛤 你是基督徒 他说我给你认识了二十年 我从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因为他们年轻学校长大 混在一起 打在一起 我这个朋友就从来不敢跟他做见证 因为以前高中大学 大概都是混在一起 眷村长大的或者怎么样 生活见证比较松散 所以他跟他碰到他生病的时候 想叫他得救 但是不敢跟他传 所以那天朋友那么惊讶一讲 我看我那个弟兄很不好意思 跟他相处了二十年 朋友不知道他是基督徒 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不传的 就是我们自己觉得 没有什么必要传 反正有人传嘛 对不对 反正这个预定论 要得救就预定得救 神预定的就会得救 我不传他也会得救 那个 这个 他如果不是神预定的 我传也没用 我干嘛去传呢 所以有些人就是抱着这种观念 这种预定论 所以他就不传 但是我在想我们知道的福音的重要 我们也看见了保罗的一个榜样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自己 我也很希望大家听这些东西 不是听过就算 我们都要跟自己有一些 具体的落实的路 跟真正的挑战 我在里提了几个点 虽然是用不 好像有一点从negative的角度来讲 但是其实后面的话 是我真正的意思 是正面的 所以前面的这个不不不 是为了帮助大家好记 重点是在后面 第一个讲到不能够不传 因为福音是神的命令 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欠别人的债 更是一个爱的催促 所以保罗说我如果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我如果甘心做这件事情 就有赏赐 如果不甘心 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罗马书一章十四节 他说无论是犀利林人 话外人 这个鱼拙的或怎么样 我都欠了他们的债 我不知道 他在这里一方面是讲到 这是主的命令 主把福音的责任交给我们 那另外一方面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是欠了别人的债 因为福音给了我们 神叫我们去传 所以我们如果不去传 我们就欠了别人 这个是欠了别人的债 所以不要不传 尤其我们前面讲到的 一个人如果我们不跟他传福音 等于就是在他永远沉沦 接受永远审判的申请书上 同意书上我们牵制了 所以这是一件很重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教会刚开工的时候 我那时候特别跟弟兄姊妹讲 我说我们的家人 特别是神托给我们的责任 如果连家人都不跟家人传的话 你要寄望谁来跟他们传 所以我说我们跟每一个自己的家人 都欠了债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债还清 所以那时候我特别请求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月 至少有一次的礼拜二祷告会 是禁食祷告会 是专门集中为了家人祷告 请他们把所有没有信主的家人 至少自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要写下来 其他阿姨 表哥 堂哥 远亲 你如果写不完 因为他写太多 你也蛮挫折的 你至少先从最基本 最直接的家人写起 你一定要在信心的里面 接受神的话 就是说 What if 如果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明天就走了 或是 这个礼拜是他最后一个礼拜 礼拜有我乌鸦嘴乱讲话 我们教会已经有很多的地方 弟兄姊妹 突然一下子父母亲或兄弟姐妹走掉了 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多个 都是在不知道的时候就发生了 甚至小孩子一岁半 跳上跳下了 吃了一口稀饭 结果也到了 就死掉了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 谁什么时候会走 所以尤其是我们自己亲爱的家人 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心上 要为他们祷告 这是神托给我们的 就算爸爸妈妈或兄弟姐妹 远在中国 远在台湾 或是不在旁边 至少我们在祷告里面 我们不能放松 我们要为 为着他们求神 在环境中兴起基督徒来接触他们 要有福音的管道给他们 特别是做儿女的 你写信给爸妈 我们以前那个时代是 写信送一个礼拜 不是 写一封信 要一个礼拜才到 现在这些email 电子邮件 什么Facebook FaceTime 什么东西都很方便 所以常常录一点 属灵心得 一些福音的见证 一些圣经的真理 或是一些小的文章 小的video 或是好的信息 跟父母亲 跟兄弟姐妹做见证 因为爸爸妈妈想孩子 一定会很想 听听孩子的境况 所以当我们自己 跟父母传福音的时候 这是最直接最有利的 你不要怕他们会拒绝 或怎么样 你就是传 带着爱心 祷告 然后做 每一次寄出去的时候 就祷告 送出去 你不知道 哪一天 或是哪一篇信息 或哪一句话 那一天 正好神可以使用它们 所以 不要不传 负责撒种 是我们的事情 叫它生长的是神 牛内撒种是我们 那有一天 它会欢呼收割的 我们只要负责做 那么圣灵 做其他的部分 对不对 我们就是撒种 我们就是中心的传 你就是不能够不传 你要知道这个福音太重要了 所以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 放在祷告里面 一年应该都跟主 commit至少一个人 从自己的家人找手 或是你公司最直接的 或是你的室友 就是向神祷告 一年要有一个人得救 同样的我也很希望 每一个小组都应该在主的面前 因为我觉得我们教会的福音工作 做得不够 如果真看见福音这么重要 真看见福音可以给神带来喜乐 给基督带来安慰 能够叫人免掉沉沦 永远沉沦的悲剧 能够叫人在今生去享受救恩 享受神的恩典 神的眷顾 神的带领 神的保护 为什么不做呢 对不对 用什么东西 让我们不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大家放在祷告里面 小组都应该跟神commit 为了2016年 每一个小组应该试着 祷告要交三个人的账 我不是为了人数增加 你们了解我就知道 我蒙教的时候 就说教会不要打150个人就好 因为我的度量有限 身体力量都有限 我不是喜欢人多的教会 但是并不代表我不喜欢传福音 我希望人越多得救越好 真的 就算他不在我们教会 只要他得救了 我都高兴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传福音 有的时候主日讲道 一个正常的讲道 完了以后 我虽然不知道底下 有没有福音朋友 而且也不是福音聚会 但是我们愿意 顺着里面的感动 发出福音的邀请跟呼召 那没有人举手 不是很丢脸吗 那so what 我宁可被丢脸 宁可好像没有人举手 但是我宁愿看见有人 万一有人呢 万一有人就觉知了呢 对不对 所以是命令 是责任 是欠债 更是爱的催促 那第二个呢 我们不乱传 一定要熟悉救恩的真理 接受福音的培训 参与福音聚会 不要因为这样写 大家就不敢传福音了 刚得救就可以传福音的 刚刚得救就可以传福音的 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弟兄在上海 上海教会那时大复兴 福音的能力非常强 人得救都得救得很清楚 有一个弟兄 第一次听福音就信了耶稣 他那天晚上回到他学校的宿舍 他读教大的 八个人一间 晚上要睡觉以前 自己里面有一个催促 叫他祷告 他就跟主说 主 我又不会祷告 主就叫他祷告 而且叫他跪下来祷告 他就觉得很丢脸 他说我又不会祷告 然后跪下来 那我这七个室友看到我 那不是都嘲笑我吗 他心里面就很不敢 但是圣灵感动他 结果他就顺服 他顺服他跪下来祷告 而且他不光跪下来 圣灵还叫他开口祷告 那这个更不得了了 那没想到他一跪下来以后 其他七个室友全部注意到了 就在他后面排成一排 都跟着他一起跪下来 所以他就知道 他们在跟他恶作聚 后面跪了七个人 而且房间太小了 跪不下 跪到这个宿舍的走道上 那别的宿舍的人走过来 看到说这些人干什么 跪在这边 很好奇 就通通跪在后面 就跟着了 那他在那边 圣灵就感动他 开口祷告 他就很真心 很简单地祷告 他说 主耶稣我感谢你 没想到第二个人就学他 主耶稣我感谢你 那第三个学第二个 第四个学第三个 他讲一句 就传一句出去 他说 我谢谢你 让我今天听见的福音 让我看见我是罪人 他就那样很安静地 一句一句地祷告 他自己非常感动 他自己就这样 很认真地祷告 那一天 他这样子地顺服 后面好几个人受感动 都跟他讲说 你在哪里听福音 我们愿意来信耶稣 刚得救第一天 财生的婴孩 就可以传福音 没有任何福音装备 没有任何道理 但是真正有爱 真正有圣灵的工作 福音 神的大能 但是并不代表 我们不需要装备 要尽量地 守住圣经的真理 这个据问的真理 要讲清楚 不要跟别人乱说 以前我在一个地方 听到有人跟别人讲 我们在一桌吃饭 整个桌子 两三个基督徒 其他是没有信主的同事 有一个同事就在讲说 他们想生孩子 早是生不出来 没有想到我们中间 有一个基督徒的姊妹 在别的教会的 她说 来教会了 信耶稣 信耶稣就会生孩子 我那时候就有点不好意思 谁跟你说 信耶稣就会生孩子 她说 而且是生男的 没有这样子传福音的 没有这样子传福音的 没有说信耶稣 就一定拿绿卡 没有说信耶稣 就一定找到工作 没有说信耶稣 就不会撞车 不会有苦难 你相不相信 如果我们今天跟人家讲 你只要信耶稣 你的小孩 不会传染上流行性感冒 整个弯曲 全部信耶稣 教会挤不下的 如果你有办法 这样子讲这样的话的话 那听众子妹 这不叫福音 这不叫福音 福音是论到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整个福音的中心 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不可以乱传 要接受 要熟悉圣经的真理 接受福音的培训 然后一定要参加 教会的福音聚会 所以在这里 保罗说 不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如果传福音给你们 跟我们所传的 不同的话 他就应当被咒诅 他一共两次讲这句话 我后面的省掉了 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乃是从耶稣基督的 启示来的 所以保罗把圣经福音的内容 写得清清楚楚的 我们一定要首读圣经 那彼得也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 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 回答个人 换句话说 神的话已经 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 当然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地 就好像从一个tourbox 一个工具箱拿出所需要用的东西 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当这个人是这方面的问题 那一个人是不相信宇宙有神 另外一个人是相信有神 但是为什么是耶稣呢 你要常做准备 碰到不同的人 怎么回答他都预备好 有人说我不需要 我觉得我活得好好的 那你要怎么回答他 所以以前我们有过 一连串福音的培训 就是针对各种不同的人 有人说我相信有神 也愿意相信是耶稣基督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信 或是说 但是我觉得时候还没到 或是因为说 因为我的家里面有传统宗教 我信了耶稣 我爸爸会很愤怒 因为他要我祭祖 要我烧香 不准我信耶稣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我们就应该接受 这样子的培训 碰到不同的人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这是一个装备 第三个 不要怕传 刚刚我们讲到了 说可能会被拒绝 所以我宁可被拒 不愿意后悔 不愿意造成遗憾 所以保罗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所以我们只要负责传 结果交给神 你只要相信一件事情 这是我父亲 很影响我传福音的原因之一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我爸爸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他到哪里去都传福音 他坐火车传福音 他坐汽车传福音 他上火车以前 就先为了今天要坐在他旁边的人祷告 所以来了以后 他就跟人家传福音 所以他也会被别人嘲笑 他又是一个军官 有时候穿着军服上面还有花的人 人家会想说 你这样子能也信耶稣 你嘲笑他 瞧不起他 他就是跟人家传 这个总司令来厂里面视察的时候 我爸爸是厂长陪着他 平常晚上都要陪他们出去吃饭的 干嘛 我父亲就跟他说 晚上有聚会 不来陪你了 但是他连总司令他都敢跟他传 这个在那边 你是冒着吊关的危险的 你怎么敢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爸爸说 人人都需要耶稣 他说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 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 他不相信耶稣 因为他没有机会认识耶稣 他拒绝耶稣 甚至他抵挡 他反对 他逼迫你 是因为他没有真认识耶稣 真认识耶稣的人 没有人不需要耶稣的 没有人不知道耶稣宝贵的 所以这句话很帮助我 所以当我每次跟人家传福音 被拒 被抗拒 甚至被反弹 被羞辱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关系 我说是因为你不认识他 你认识他 你今天绝对不会这个样子 可以让我们可以继续回来 继续回来 能够勇敢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 那时期末考 有一个姊妹来跟我讲说 他的表弟在台大医院 老子里面发现长毒瘤 要动一个大手术 他叫我去跟他传福音 虽然忙 我就搭那个公车一个钟头 到台大医院去跟他传福音 没想到他当场信耶稣 他很愿意信耶稣 他里面充满了害怕 一个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 我给他传福音 传完福音以后 没有想到这个人刚得救 他就跟我讲 他说鱼哥 他说我旁边病床 是一个台湾三地同胞 他跟我一样也是长毒瘤 因为都是毒瘤的放在一间 他说他过两三天就要开刀了 他说你跟我传福音 你要不要也告诉他 后来我就等他回来 要跟他传 他一回来 他去倒水还干嘛回来 我看到他我就不敢传了 那个三地同胞快快壮壮的 全身幽黑的皮肤 那个粗旷的脸神 我那时候才大三还是大四 我看到他我就不知道怎么传 那个没有勇气传 他满眼严肃 因为他病得很重 那个长了一个老牛 后来我看着他我不敢过去 结果他就出去了 那我里面又有负担 我就跟着他出去 没想到他坐电梯下来 我就跟着他坐电梯下来 台大医院旁边是台北的新公园 他就走到新公园去散步去了 我就在他后面跟着他 好像侦探在后面跟他 但是几次想上去不敢上去 然后他晒晒太阳回来 我又跟他回来 然后跟他坐电梯 他看我 我看他 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吓死了 我瘦瘦小小的 高高快快 等到电梯开了以后 他往病房走的时候 我靠在电梯旁边 我就突然一下很难过 我说主啊 帮助我 一下子耶稣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 主耶稣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 就好像是耶稣在看到一个人 将要灭亡 将要沉沦 而他居然还没有得救 我一下子那个爱 基督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 我就直接走到他的病房 到他旁边去 我就跟他自我介绍 我说刚刚跟你去 跟你回 因为我有些话想跟你讲 他说什么 我就了解他病情 我才知道他真的病得很严重 他那个脑瘤很深 很不容易开 他很害怕 但是他几天也都睡不好觉 我就跟他传福音 没有想到他也一下子就愿意信 那天神给我两个果子 那都是早就预备好的 那么他就愿意信了 那么我第二天 虽然都在期末考 我想到他们我还是跑来了 跑来以后我就特别盯他 因为我怕他这个台湾人就是 这个什么病急 抱佛脚 是吧 就是反正只要能够医我的 他都要 那你只要听到耶稣 可能有救他也要 所以我特别来接跟他讲 我说我跟你传的福音 我跟你所传的耶稣 是独一的真神 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 你不能够说 我病急投医什么都是 我说你必须 神最厌恶我们拜别神 我说我把福音传给你 祂是独一的神 你要相信祂 而且你只能相信祂 我是鼓足勇气讲 没想到他说他完全没有问题 他说因为我跟他所讲的 他昨天自己也试着祷告 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的平安 那我带着圣经给他 我就把圣经给他 他姓白 叫白先生 然后我天天都去看他 过三天以后他进手术房 他进了手术房以后再也没出来了 我非常高兴 主在这个人临走之前 借着一个胆怯小胆的人 把福音传给他 他信的耶稣 这是我一直觉得 不会让我遗憾的一件事 也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后来有很多次 就是碰到各式各样 原来不能传的 但是主感动我就去传了 那有一个例子也很激励 你们就是John Wesley 在传福音的时候 常常是在世外步道 他有一次在世外步道传福音的时候 有一个不幸的人 他就是一直抵挡的 他只是想来看热闹 他就爬到树上 坐在树上找一个很好的位置 底下John Wesley传道 就是上千上万的人 也不晓得他们哪来的喉咙 这个人坐在树上 就把两个尺头塞在耳朵里面 他只是看热闹 所以他在这样看 结果看看看看 这个John Wesley讲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有一只蜜蜂 在这个人的眼前绕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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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碰他 他就很烦 他就伸下指头来打他一下 没想到这个时候 John Wesley正好有一句话 非常powerful地进到他耳中 他就遮不回去了 那句话一下子抓住他 他就停下去 结果他悔改得救了 所以我们负责传 人再抵挡再拒绝 神有他的方法 我们负责传 神负责结果 这是神要我们做的 所以不要怕 所以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培训 他也是告诉我们 他说他放的那个transparency 跟现在的projector不一样 那时候是投影片 那种透明的 他就放了一个房屋 是一个房子 然后一个窗户里面 可以看到厨房 一家人正在里面吃饭 非常快乐地聊天 一个family 然后呢 这个picture的外面 栏杆外面 这个家的栏杆外面 站着一个很害羞 手上拿着圣经 想传福音的人 很不敢进去 那天那个老师 他说这是我们经常有的情形 对不对 想去传不敢传 他就在放了另外一张 这个投影片 跟他overlap 就是在屋顶上 突然弄红色的火 烧在屋顶上 他说你们说 这个年轻人 这个时候会不会进去 告诉他们着火了 一定会 一定会 那个恐惧 立刻被那个 看得见的危机 给克服了 爱里面没有惧怕了 对不对 那个爱把惧怕除掉了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真爱他们 真看见他们的沉沦 真看见福音 对他们的重要 不要说永世了 连今生都这么重要 那我们一定要传 所以不要怕 这个爱可以把惧怕除去 福音的大能 可以把惧怕除去 第四个不止传 生活要有见证 要有属天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 必须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我们最近与菲利比书刚刚读过 同有一个心志要站立的稳 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 我们是盐又是光 人点灯是要放在灯台上 不是放在斗底下 把光照在人的面前 把好行为显在人的面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一定要有属灵的影响力 盐跟光都是最有影响力的 它只要光来了黑暗就走 只要盐来了它就有活力 它把乏味 这个枯燥的人生变得有味道 它能够防腐 它的作用就会出来 那个是讲到它的属天影响力 所以我们不只传 我们一定要有见证 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只有等到 三个月一次传福音聚会 才去邀福音朋友 平常就要跟他建立关系 平常就要在他们面前 让他们有机会来接触我们 而不是福音聚会的时候 又打个电话 他一听到你声音就知道 怎么样又有福音聚会了 他们都知道了 三个月一次 我们不能够只是传 平常就要有关系 而且更是要有见证 有属灵的影响力 最后就是不住传 靠着圣灵的帮助 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善用每一个机会 因为人人都需要耶稣 那为什么 保罗在讲全副军装的时候 把福音当作邪呢 就是福音是你到处都要传的 你不管到哪里去 福音都要到哪里去 只要我们走到哪里 只要我们去什么地方 福音就应该跟着我们去什么地方 当然提摩泰后书 保罗临上断头台以前 还是劝提摩泰 勿要传道 无论得使不得使 当然这是对传道人的叮嘱 但是对我们传福音的人也是这样 无论得使不得使 大家也不要误用 你不要 因为刚刚下飞机有时差 半夜三点醒来了 睡不着觉就打电话给同事 跟他传福音 无论得使不得使 是指我们 我这个传福音的人 不要等到你有方便空了 舒服了 可以了 你才去传 你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要传 更重要的是指我这个人得不得使 还不光只是对方 得不得使 有的时候对方现在 他不想听 可是主真的有一个感动 叫你跟他讲 那你要顺服 Advice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配合 对方的方便 不是强迫性的 但是对我自己来说 那我必须要在主的面前忠心地杀种 我们能够去点燃别人 比我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更有价值 对不对 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只是让人家看见我很好 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是一个很好的人 是一个值得羡慕的人 但是我如果能够把它也点燃的话 那这是一个更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这一生点燃十个 而这十个人 每一个人再去点燃另外十个的话 你知道这个蔓延是很快的 福音早就传遍天下了 但是今天问题就在于 我们做得太迟钝了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做 所以神给我们的福音 刚才讲过的 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那有一个人他后来重病 他不能行动 他天天躺在床上 他不能再出去 你知道他躺在床上 他也不浪费时间 他就向主祷告 所以他躺在床上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他就拿个纸条 写几句福音的话 或者是写一点见证 然后他就为这个字条祷告 他就从他所住的这个二楼 窗户旁边 他就把它丢出去 就丢到外面 他就这凭信心怎么做 后来有人真的是捡到 这条信耶稣 所以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姊妹 她也是病到不能出去 她就在报纸上 做了一个简单的港告 任何人想听任何圣诗 请你打电话给我 因为她不能见光 还是不能见风 她是一个很好的 弹琴的人 所以别人有在打电话来 她就弹一首诗歌 照着对方弹给她 然后跟对方讲几句话 很多人从她得帮助 被她带了领人归主 所以今天关键不在于说 我们怎么做 有没有力量做 怎么做 我们哪里知道 什么时候得到的这一个人 将来他可能得到了 救了百人 救了千人 对不对 你像木迪 主流学老师关心他 把福音传给了他 这个鞋店的店员 好像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连中学可能好像都没读完 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人 可是福音传给了他以后 大西洋两岸上百万个人 因为他得救 木迪影响教会 影响得不得了 木迪一路上影响下来 影响到最后Billy Graham 那个Billy Graham又跟全世界 起码三到五亿的人传过福音 所以我们不能够小看 我们就是要传 中心的传 中心的点 中心的啥种 那么有一天神会让他收割 所以我们讲教会的建造 讲到这个VIP的model 第一类就是要 要管传全辈的福音 为神家得到建点的材料 那个神家里面要能够 为神发挥传福音的功用 能够成为一个和神心意的居所 我们一定需要有人 继续得救 继续进来 所以传福音是一件 太重要的事情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回到老话 都知道福音的重要 那为什么不传 所以我们应该勇敢地去传它 好不好 这边提到的几个点 是实行的方法 更重要的我是希望 大家在小组里面 都能够交通出一些 真正具体我们可以做的 例如说有人去把所有福音的真理 整理出来 其实外面的书 已经有很多都有了 有人可以把一些 常见的福音问题 整理出来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甚至可以一起做个决定 哪一天到shopping mall 或者到福音 什么地方去发福音单章 大家都可以做 甚至我们可以向主祷告 就是为了我自己的亲属 今年我一定至少要救一个人 要为我的家人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把救恩领到了我这样子一个不配的人 主啊我们一点没有比别人好 但是你却怜悯我们 先救赎了我们 让救恩先领到了我们 主啊何等希望 我们不是扣留你的恩典的人 成为一个活水的运河 能够流露你的丰富 成为一个到处点火的人 让那些活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能够从然盼望 心中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主啊我们为了整个教会 也向你祷告 希望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希望每一个人 有更多福音的器皿被你兴起来 我们爱你 所以我们传福音 我们爱人 所以我们愿意付代价 主啊我们真的把教会 把我们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 这是我们的为德之地 这是我们还有 更多需要成长的地方 来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更是为了我们在远方 所有还没信主的家人 主啊我们求你留住他们 给我们机会 让他们在见你之前 都能够得救 回到你的名下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